他們裝了大概三四欄那個滿的 能就一隻算一隻吧 朋友在烏溪旁邊發現有人利用抽水機在抽水抓魚 他們真的是 有看到那個 看過那種黑色的大牌 他們裝了大概三四欄那個滿的 對啊 然後我們就問他們說那個 抓這麼多是要拿去賣的嗎 他們就說 都好啦 都好啦 然後我在撿那個小魚 他們就說 你不要撿那個小的啦 那個小的沒有用 真的是抽乾的 那個水原本是到那個 你可以看到那個土去撕的 對 滿 滿 滿 淒慘的耶 對啊 有些就沒辦法 這個是那個小標具啊 只要看那個石頭邊全部都是貼的發眼 欸這根本 哇 已經死了 現在已經快五點了 我們就趕快抓 能抓多少算多少 這邊超多耶 你看它全部都趴在這邊 這石頭這邊都是啊 對啊 還是活的 哇 你看這個魚都已經缺氧了 石兵吧 對啦 石兵 那已經缺氧泛白了 我們趕快把它 移到旁邊的溪流 看會不會好一點 我去拿桶子 哇 這個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排行丘 對 盡量能救多少 又來救多少 拯救小魚 拯救小魚 先裝的桶子 先裝桶子 那些可能都 可能都要倒了 再節難逃了 沒關係啊 我們就盡力 盡力 盡力而為 對啊 你看這個三角菇也倒了 哇 這個活的時候有刺對不對 就是 小心小心 摸摸摸 還好啦 我抓的時候 其實不太會刺 然後它背上這一根是 是刺到會有毒性的 會痛 非常痛 不過這個看起來呢也 極度缺氧 極度缺氧 好 那抓子 平常抓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趕快能救幾隻 救救幾隻喔 白燕秋 活的 你看它全身都是扁平的 還可以吸附在石頭上面 好 先不多做介紹 我們趕快來救魚 趕快來救魚 這個有很多大隻的那個喔 很多 超多 都比剛才那個 岸上那個還要大隻 小隻的都留在這邊 給他們自生自滅 白燕秋 你看這個魚都死了 都死了 三角 三角 同一刻 這個 極金屬 那用手抓耶 這個網子抓不太大 抽水了這一枚咧 他們就是抽完了 他們有可能下去撈了 把他撈去那個 這隻還活著嗎 還活著還活著 這怎麼撈得完啊 對啊撈不完啊 能就一隻算一隻吧 這樣 有點缺樣子 有點缺樣子 唉唷 活著活著活著 應該也是蝦麵吧 搞聲故意啊 他們抽水主要應該這個居多吧 跟烏鍋魚 烏鍋魚 烏鍋魚喔 他要捲斬 就是大隻的啦 有點經濟價值的 的魚 整桶的 爬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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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冰 哇 這好像死掉了 哇 非常多 真的很多 網子裡面都是 先把這邊放掉 超多耶 快掉 去吧 哇 真的是能救多少 盡量救 很多 很快就已經 缺氧了 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不過 還是有很多 看起來重破精神 在這個 烏鍋裡面 然後重點是還有人 專門要來釣這一尺 結果他看到他抽水 整個臉都綠了 真的喔 真的 有人專門要來釣這裡的顧魚 就是霞麵啊 溪在那邊 死掉 真的很可惜